《新年》 《新年》 知道自己上电视之后 生活和心情有啥变化 激动啊 兴奋的 我朋友跟他发 发那个节评给他 有很多人说我去了网红啊 我觉得我们做这件对于小孩来做 也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 一个引导啊 但他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到 学校里面去跟小朋友进行分享啊 我爸爸妈妈去做了什么 因为我并没有跟他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住室 后来我跟他说是我们 然后他就觉得兴奋 应该是有一点是好感 他以我为教 因为比较害怕我 我小时候比较严重 现在就跟我说话 回嘻嘻哈笑容跟我说话 以前没有 我老婆说他现在崇拜我 我舅舅说你是英雄啊 我说英雄成不上 是吧 不要担心 他看到我戴这个口罩都很差 哎怎么没戴那个N95的口罩啊 不用不用 我们在这个地方都知道很安心 要戴这个口罩就可以了 刚决定来一接电话 马上就收拾东西 我老婆刚开始还不要我来 生气了 他这么危险 戴门危险 我有一身危险了 他就是蛮担心 我们自己不注意 因为我平时以前的老师喜欢 眼睛还疲劳 老师还有眼睛 还害怕我有眼睛 你坐好了跟我说 你坐好了跟我说 我不要 等我来 传染病 让我们不要出门 但是他不好意思 因为他一个视频里面 可以喊妈妈喊老师都是 我们就说 哎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很开心了 就躲起来了 从他的行为来 他已经是开始想 有时间的时候没钱 有钱的时候没时间 先回去看父母 过年没见到 来买的东西 没过年回去孝敬他们 这时候也不能成心 我们希望他们 孩子把书做好 听话得好 没什么要求 我也不会特意给他 施加太大压力 说努力了就好 老婆嘛 不能给他什么大福大归 希望一般的生活就行 我会珍惜这个家里 我会努力 疫情结束了全干的 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张地图 然后挂在家里 每去一个地方把它清零标 跟小孩都能去分享 这个地方的 人物的风情吧 先买通过地图 再买世界地图 别错 这样子 这样子 手手这样子 四个手就通 啊这样 对 好 看镜头 我爱你 因为疫情 我们相遇 相识 相知 你要走了 对 什么时候走 有些人 注定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过客 有些人 你见过之后 可能就是这辈子 看到的最后一次 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 但正是这种平凡的伟大 却能影响一代人 也许这就是 榜样的力量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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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